欢迎打开罗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 鸡不可思 这部超过了余神童心 在南韩的票房记录的电影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南韩新锐导演李炳宪指导 由李师朝鲜当中的大反派 韩国影帝柳成荣 李哈尼 陈善归 李东辉 孔明主演 剧情叙述 五个拉插拉插的刑警 所组成的七毒小组 为了一波翻身的机会 就埋伏在毒贩巢穴 对面的炸鸡店当中 却意外成为了爆红的炸鸡店 案情一点进展也没有 炸鸡的生意却好到忙不过来 到底他们有没有办法 抓到坏人立大功呢 鸡不可思 有着很不错的剧本 同样一个剧本 也有拍成大陆卖小龙虾的版本 由王千元主演的 《龙虾刑警》 我们家的龙虾 那是超级的棒 啊 说得啥呢 这算是一部 动作净肥喜剧片 有点会让我想到 香港回归之前的 五福星系列 或者是之类的 港蚕喜剧片 靠着一般有趣的演员组合 在和坏人对抗的过程当中 发生了许多 有趣又好笑的状况 这种喜剧的特色 就是以小人物作为主角 很接地气的讲着平凡人的故事 永远出不了头的工作 或者是被生活压力给紧迫盯人 这群主角代表了我们所有的观众 想要在这些生活的压力当中 一普怨气 而不惜做出各种疯狂的行径来 五人小组的配合很不错 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搞笑本领 笑点也很符合时事 也很丰富 甚至还有一段自嘲的上司内容 同时还有很不错 相当完整的剧情 整个剧中其实只有一个主角 就是由柳成龙所饰演的 气毒族的班长 其他的主缘其实都算是 功能性的配角 不过也都有他们发挥的机会 只是在这部电影当中 真正有被完整描述到了 就只有这个有点废的爸爸 永远抓不到坏人的班长 而基布可思当中最有趣的部分 当然就是这群鲁蛇警察 意外的发展了他们的人生第二春 突然因为卧底在炸鸡店的关系 而发了大财 生意好到炸鸡店结束营业之后 每个警探都累到不行 也算是点出了小市民工作的辛苦 但更好笑的地方是 他们就会怀疑起自己 到底是在卖炸鸡还是在抓犯人 基布可思的神来之笔就在这里 他让主角迷失了 迷失在人生的第二春 和自己原来的志向之间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相当有寓意的剧情发展 有可以发大财的机会 谁不要呢 再加上现实生活 总是让你灰头土脸的话 但是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 电影在这个主角发大财的背后 隐藏了这个隐狼入室的阴谋 并且也相当巧妙的都回到原本主角在追查的案件当中 其实这个剧情好像是在讲南韩或者是台湾 甚至世界各地的人都会面临到的一个选择 也算是在提供我们看完这个哈哈大笑的喜剧之后 能够有多一分的心思 而吉布可思最让我惊艳的是 电影最后的高潮大戏 一场正反双方的大混战 惊艳的原因是他真的拍得好用心哦 完全是用动作片的拍法 而不只是一个轻松搞笑的喜剧片 你完全可以感觉到导演或者是剧组人员他们的用心 也因为这段戏绝对让整个电影的层次有所提升 应该不会有什么水土不服的情况 他说的笑点都是在这个剧情的发展当中 完全的配合这个很完整的剧本 我觉得吉布可思可能比较吃亏的地方 就是没有与神同行或者是一师到底里面 比较催泪的亲情部分 而完全就只是一个小人物力争上游的动作喜剧 绝对的轻松欢乐又舒压 适合给想要一谱怨气来场喜剧大笑的观众 特别推荐想要吃炸鸡的你 吉布可思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还有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早早年订阅你有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时间知道我上传影片消息 也忘了在订阅之后再按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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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